民眾從社區內推結一車的空罐子和各式容器來裝水 自來水公司的水車就停在社區大門口 停水停到第五天 讓社區的居民滿臉眷容 這裡是位於淡海新市鎮內 中山北路與新市二路附近的社區 即使自來水公司已經在28號中午10分開始復水 但這一代直到今天中午都還是沒有水可以用 李長也只好繼續協調水車前來供水 那還好我們水公司有準備了三個不鏽鋼的臨時水塔 放在三個點讓裡面取用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會造成非常大的不方便 天氣有這麼熱 那今天6月30號已經找到那個 整個水壓算不上來的那個癥結點跟那個障礙點在哪裡 就是在中山北路跟濱南路口 現在正在故障排除 停水很難過 不過在水公司的安排之下 社區門口立起了一個臨時的水塔 讓社區居民都可以裝水使用 雖然不方便但居民們也表示可以接受 因為以往停水都只能自己想辦法 而對於里長以及水公司這樣的安排 社區居民也表示很肯定 禮拜五開始 蠻不方便的啊 可是還好有這個水渦可以供水 對對對 先這樣用啊省一點用 我馬上通知他 他馬上都到 他馬上要處理 昨天來五次 今天又來三次 我們大概今天那個下午大概六點以前 會把這些故障的部分排除之後 那會恢復供水 而自來水公司也表示會有部分地區 到今天上午還沒有水 是因為管線目端再加上地勢較高 水壓還沒恢復 再加上新市鎮這個工地內 還有漏水的狀況才會導致停水 而最慢在今天內也都會恢復 也請民眾不用擔心 如果社區還有缺水的狀況 一通電話 水公司也會立刻派水車過去支援 記者陳柏惟 淡水採訪報導